第三七題 關於表中物和極的敘述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A說兩個原子序相差一是錯的 物跟極中間間隔了七個元素 所以他們原子序應該相差八 B說他們原子量相差一也是錯的 我們還沒有正式交原子量 但是我們知道門德烈夫排周期表 是按照原子量來排 物跟極之間相差了這麼多 原子量不可能只相差一 所以B選項是錯的 C說兩個屬於同一個周期是錯的 物跟極是在同一個直行當中 應該叫同一組 要同一個橫列才叫做同一個周期 所以物極是屬於同一組 而不是同一個周期 那麼豬選項說兩個都會和水作用 但劇烈程度不同這個是對的 我們的物跟極在我們的第一個直行當中 他叫做減晶族都會跟水作用 但是呢越後面的原子序越大的 反應會越劇烈 也就是極的反應會比物劇烈 所以呢他們的劇烈程度不同是對的 所以第三次提問我們說 關於表中物跟極的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兩者皆會和水反應 分析的反應會比物質 但劇烈程度不同 適合這副國度跟極作用